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这句话是不是跟中观有蛮大的一个 有点冲突是不是 为什么佛陀自己这么假 佛陀他出生的时候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其实就这样天上天下 所以我们在预佛节的时候 都是用一个小小的佛像 也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为什么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这个是不是正好是我们中观一直要破的 那个我本身好像有独宰性 然后唯我独尊的 这个就是要去破那个什么单一性 不变性是不是 当然我觉得这句话倒是蛮好的一个检讨 当然我想这句话如果是在普遍来讲 是非常的流传很广 而且刚才我这么一问 大家都能够讲 我们说平常的话语 很可能都比较在讲像还是性啊 是像 讲像讲得多 我们要讲到法性空会的时候 你看我们花了几十个小时啊 VCD看也要看得二三个片 对不对 还慢慢慢慢深入进去 但是我们的那个自信望子 还是会使我们不断的在那边起伏暴动 所以呢 要理解到性的部分是很不容易 但是我们说 因为我们理解性 其实我们也不否定像 对不对 比如说心经无眼耳鼻舌生意 无色身相味触法 但是我们能不能讲 有眼耳鼻舌生意 有色身相味触法 能不能讲啊 还是可以讲 只是我们对这样子的像的那个执着 是不是能够降低 是因为透过法性的理解 我们对像的执着会比较低一点 会理解说原来这个像 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所以首先呢 我们讲 这个会比较从像的角度来讲 而且这里所谓的我 因为佛陀他自己说的嘛 其实是什么 为佛独尊的意思 佛陀自己讲我 是不是 为什么说佛是最尊贵的 只要讲的是最尊贵的意思 在使法界的众生来讲的话 佛是不是最尊贵圆满 至高无上 只有佛呢 是最为尊贵的 使法界当中 最上面的这一界 但是 所谓的佛 的这个毒 应该说是使法界里面的毒 而不是所有一切众生 只有佛一个 只有一个佛 光是佛我们说佛是不是也有 无量无数的佛啊 对不对 只要 人 只要凡夫众生 愿意踏着佛陀的足迹 脚印 如同佛陀 这样子的一个 思想观念的修正 乃至于身口一三叶的配合实践 生命的实践 是不是人人皆可成佛啊 对不对 但是佛陀在使法界的众生里面是最为尊贵的 但是并不是只有讲佛陀一个人而已 不是 阿弥陀佛是不是也如此啊 钥匙佛是不是也都是这样啊 所有的佛其实都是最为尊贵的 那当然 往往有时候也为了加强我们对佛陀的这份尊贵 可能在实距上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们印象是不是很深刻 所以也可以朗朗上口 当然我们现在说 透过因为我们在学法性的时候 再把这句话拿出来主角一下 对不对 我们也会发现 这个讲到像跟性确实是有差距的 但是我们不能说 因为学法性的关系 所以我们一切一概都否认说 这个法像讲的不好不对 并不是这样 而应该有更深层的一个认知 就是说这里的佛并不是只有讲释迦摩尼佛一个而已 佛佛道童是不是 只要是佛在实法界的众生里面 他就是什么 最为尊贵的 最为尊贵 而且人人皆可成佛并不违反 对不对 并没有说只有释迦摩尼佛一个人 不是 不过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 这个词句倒是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 对不对 所以我想用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当然这个这里的为 我们一看到为 因为学性空的关系 对为啦 对毒啊 这些是不是 对我 这三个东西都出现 就会特别的敏锐 这是一个好现象 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取解 是不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会知道他的意义啊 在于人人皆可成佛 只要你是成佛 在实法界的众生就是怎么样 就是最尊贵的 他也不是唯一只有一个佛 也不是唯一只有佛 释迦摩尼佛都不是 而是说在实法界就是佛这个位置是最为尊贵的 所有人都可以成佛 都是非常非常的尊贵 透过这个 所以有时候语言文字本身是有障碍的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用啊 所以有时候就要多做解释 对不对 不知道这样子是能够接受 不过这样子的倒是可以提供给我们 在法性上面的学习上面 也指一个醒知啊 那这样子其实并没有错 是不是 我们一样应该 透过法性空会的学习 是不是应该更宽广的包容一切啊 是更宽广的来包容一切的 那么也有人说 这个从过去现在乃至未来 我们常常讲说 这三者说实在都没有绝对性 所以我们说应该要活在当下 是不是 那么就有人问说 那么这个当下是不是就是道场 如果当下与道相应 那么就是道场 但是当下如果我们还是 积极营营于这个名利的追求呢 那还是世俗的心 对不对 当然每个人他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价值观 会促使我们在当下 所努力的东西 所努力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会是价值观的问题 我认为哪一件事情最有价值 我相信 透过年龄的增长 以世俗的心 透过年龄的增长 会觉得 逐渐衰老 并跟着来 然后面临死亡就不远了 是不是 好像没什么好事 但是如果透过佛法 这份老 这份年纪大 倒是应该累积了很多人生的经验 是不是 当我们累积了人生的经验的时候 其实在智慧上会比较具足一点 是不是 会更有经验 更有智慧 来体会佛法 所以呢 年纪比较大之后呢 我们逐渐也会调整我们的价值观 你就会发现说 不是生活的这些点点滴滴 而是生命的层次 是不是更重要的 如果我们能够不只 因为年轻的时候说 我可以规划我这辈子的生涯 但是你说年纪老了 其实后面的生涯已经不多了 是不是 当然比年轻人是少一点 那不是绝对性的 但是呢 尤其年纪大 对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我们要更深细的考虑 因为真的确实无常离往不远 只是这样 当我这辈子并不长的时候 我如何去开启我下面的生命 那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如果我们能够开启未来 无尽未来的光明的生命 那我们剩下的这段 反而非常的有价值 所以当下如果与道相应的话 那确实是道场 就是道场嘛 所以我们说一个寺院 佛教的寺院我们常说 我们来到道场道场 我们又不是道教 为什么叫道场 而这个道其实就是在追求什么 真理啊 是不是 真理法则嘛 不仅真理法则 我们还希望说 就是所谓真理法则都还比较是理论上面的 那实际的现象也透过真理的法则来显现啊 所以这些呢 在在都是需要累积我们的人生经验 与智慧啊 所以有的人说 我年纪大了 所以白发苍苍 有人说 哎呀 这个白发才表示 那个叫智慧之毛啊 是不是 所以就看我们怎么去转化的问题 就看我们怎么转化 好 我们回到课本里面的263页 因为我们进入了所谓的流通分 那么从达修学当中呢 那么普明菩萨问佛陀 说菩萨运学是宝基金者 如何的来学习宝基金 那么归结成两点 一个叫做当云合住 当云合学 那么当云合住呢 佛陀回答的是什么 不住向学啊 那当云合学呢 要大精进学 那么要为众生学 最后呢 就是宿基道学 那么也就是在275页的经文 那在进入275页经文之前 我们先翻到277页第二段 佛说 极易成佛的修学 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三根本 六要行 五求真实 那么我们再回到前面来 因为这三根本的心呢 就是执心 身心 跟菩提心 那么讲的是跟 唯摩结晶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看看这个部分 佛陀呢 又告诉普明菩萨 说富有法心 能令菩萨 极得成佛 是有方法的 让菩萨呢 能够比较快速的来成佛 那么如何的快速成佛呢 要透过三个根本心 那么也就是所谓的执心 身心跟菩提心 所以第一个 为诸所行真实不虚 后习善法 这个是属于执心 执心 那么因为透过真实不虚 后习善法呢 它是很耿直的一份心 透过禅取的心是不可能的 因为要与法相应 那么要与真理相应呢 它必然是一份的什么 执心 但是呢 光是执心还是不够 所以第二个根本呢 就是身心清静 不舍精进 必须是身心清静的 是很深的一份心 那么因为我们所要学的是 圣身法义 所以必须要身心清静 而且呢 是要不舍精进的 不断的学 就像前面也讲到大精进学 所以是不可懈怠的 那么第三个心呢 就是乐欲尽名 修习切善根 诸善根故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菩提心 菩提心 那么也就是说 乐于想要怎样 接近明 明是什么呢 智慧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菩提心 要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对不对 因为透过佛道 才可能让我们 由无明转为明嘛 那么如果在下化众生呢 那么也要修习一切 诸善根 才能够怎样化保众生 所以有这三个根本心 那么有六个要行 那么从长正意念 乐善法固 要不断的要有正确 正法的意念 并且呢 乐善法固 要感受到法喜 愿意不断的去学习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要行 第二个要行呢 要多闻无厌 聚足恢复 要广闻 广为多闻 没有厌倦的 是有耐心的 所以也必须要是契合根基的 先从契合根基的经典来听闻起 那当然逐渐逐渐还是要从方便法门 进入到什么究竟了意法门 因为所谓究竟了意法门 比较能够具足我们的智慧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要行 第三个呢 要破坏我们的焦慢 争议之故 如果我们不去坏我们的焦慢心 我们就会自满 那么就像我们说 那个杯子盛满了水之后 你再也倒不进去了 所以呢 要能够虚怀弱骨 那么也才能够继续的接受佛法 所以要破坏焦慢 才能够增益我们的什么 智慧啊 第四个要行呢 就要除灭戏论 聚足 聚福得顾 要能够除灭戏论 那么 其实戏论 也有程度上的不同 我们说如果开开玩笑 讲一些有的没有 那也是一种戏论 但是以佛法的戏论 只要透过语言 其实还是戏论 因为语言没有办法 让真理的现象现前 因为真理现象现前的当下 是不是要觉诸戏论 是要灵言法性的 法性空会的当下 现前的时候 实在是没有办法透过语言 所以呢 我们也平常在学的时候 就要知道 其实文字语言 它是工具 就如同前面我们举例说 它只是一个法船 它是一个工具 带着我们从此岸到彼岸去 能不能上到彼岸 见到真理法则 见到真理现象 那么是不是一定要把船放下来啊 不能拖着船上岸 你是上不了岸的 所以平常也要清楚 语言文字 它是可运用的 但是它不是我们可依靠的 当我们在解释 种种的现象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 透过语言把它讲得 非常的圆满 也是因为语言 它本身还是有局限性的 所以我们要除灭戏论 那么要拒服得顾 也就是说 可能透过语言文字呢 难免会留下一些不必要的痕迹 那么或许因为不小心所讲的话 或者所立下来的文字本身 可能伤了我们的德恨都不一定 因为在语言当中 我们可能尤其不是那么谨慎的时候 那么更是离真理远的时候 那么在福德上其实是有损的 所以我们平常要除戏灭论 要能够除灭戏论 第五个要行呢 要乐住独处 身心理故 我们不能一直喜欢在溃闹当中 因为菩萨他不得不在溃闹当中 来度化众生 但是呢 我们以菩萨道来讲的话 自己本身也要能够独处 而且乐于住于独处 这个闲处 那么我们也讲说 就是为了要怎样 要不断的充电 那么这个要有充电的能力之后 你才能够去服务众生 那么就是因为我们的身心 能够怎样远离溃闹 不会去沾染在众生的溃闹当中 那么也比较能够超然 那么能够释出释入而无碍 所以菩萨他本身 也是要能够释出的 并不是只有释入 第六个要行呢 要不处溃闹离恶人部 不要长期一直在溃闹当中 因为在这里面善恶都有 所以呢 能够脱离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那个觉醒的能力 信察的能力会比较强一点 也比较不会受到恶人的一个 掌握跟左右啊 所以以上呢 所说的是六个要行 那么有五个求真实的 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啊 那么第一个呢 深求于法 依第一意故 那么这里的第一意呢 也就是真实究竟了意的部分 那么 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法能够深入的时候 能够升官 那么必须要深入法性的 因为透过法性才能够 居于解脱 居于究竟的涅槃 第二呢 要求于智慧通达十项 故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所求的智慧呢 必须能够通达诸法十项啊 那么所以这个也都是在求什么 真实意上面的 圣意地上面的 所以第三个呢 我们要求于真地啊 得不坏法 故 那么真地 也就是真实意上面的 因为唯有真实地上面的呢 是不会坏法的 那么我们说在世间的法本身呢 它是可变可化的 那么我们说真实意上的呢 那么它才是 才是究竟的那个法则现象啊 所以在这个真地上呢 是应该要追求的 那么但是呢 我们说 不立在世俗地上 其实是得不了什么 真实意上面的 那这一方面呢 我们说要求于空法所行正故啊 所谓的法能够周遍的法 它必然是什么 深入法性的 透过法性而通达这一切 那才是所谓的什么 正法 但是我们说这个 在实法上面呢 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在这个之前 会有很多的全巧遍通的法 方便的法来诱导嘛 所以 以这个空法来讲 它所讲的也是真实法 是因为我们所要行的 其实也希望与这个真实法 能够相应相继 能够深入法性 能够透彻 无碍 那么第五呢 要求于远离啊 得即灭故 因为透过信空 其实都是在怎样 去离向 敏向 灭向嘛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先要有信空的观念 有不 有无 有空 有非的这样子的一些观念 那么也才能够怎样远离 能够泯灭 那么是因为呢 能够怎样得到什么 涅槟极境 所以这个极灭也就是什么 涅槃极境 所以佛陀就说 如是普明啊 是为菩萨 即乘佛道 那么这个就是 所谓的菩萨 他能 能够比较快速的成佛 那么就必须要跟什么 真实法要能够相应相弃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头 要有三个根本心 是不是 执心 身心 菩提心 要有六个药形 那么这六个药形呢 要对法的一份意念 那么要多闻无厌 要破坏我们的交慢 要除灭掉戏论 要能够乐住独处 要不处溃闹 这个都是六药形 之外呢 还要不断的追求什么 真实 有五个真实 所以这五真实呢 都是在深求于 正法 求于智慧 求于真理 求于空法 求于远离 那么这个代代呢 也都是透过法性空会 来让这个空向现前 所以呢 这个也就是所谓的菩萨 能够集成佛道的一个 很重要的要领 那么我想在这里呢 再做一次这个复习 透过我们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我们从凡夫 因为发一念的菩提心 而踏上了成佛之道 所谓他上成佛之道是我们比较清楚明白的如何由凡夫众生到什么成佛的过程 那么这个部分呢是超凡入圣的一个关键点 这个超凡入圣的一个关键点呢 我们说他这里就等于什么 见到位 见到道的什么呈现 那过程怎么办呢 最基本一定是透过什么 持戒 才有机会从这里到这边 如果我们不持戒 是会 是会退转的 六道轮回的众生 其实是一直流转在这个之外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不持戒的话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在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有多长啊 非常的长 非常的长 他要透过资粮位 他要透过什么 甲型位 所以当然保基金不断的在强调智慧智慧 顺便也一直在强调要怎样 要修福报要修福报 是不是 所以要福慧双修 那么是一大阿生其节 所以一大阿生其节 是无数无量的 就像这个树线一样 他是无数的点所构成的 是无数的被子所构成的 所以我们说我们真的是要发菩提心 才会有信愿的一股力量 而且要持戒 那么才能够保持人生 因为在人生上 人生人啊 要是人才有机会走这条路 所以一定要持戒 所以这个戒本身要怎样 一定要是什么 道共戒 要与道相应 才有机会往这里去 如果我们一直是很着相 一直着相的话 其实都还在很前面 因为我们不懂得 靠过信空的法则 来促使这边空向的什么 呈现 是不是 所以宝基金也可以说 它几乎 很大的一个重点都在于什么 家行为 也知道超凡入胜的这个点上面 毕竞制 是不是 这个也叫做什么 毕竞制 那这个毕竞制 起码就是已经去感受到那个空境 空向 真理的现象的现前 所以我们说 透过信空信空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什么 相空的呈现 相空的呈现之后 它的相空会逐渐逐渐越来越怎样 越周遍 乃至到这里 这个之前呢 都还有公用地 到七地圆版 之后呢 会变成什么 无公用地 那在这里呢 叫做什么 无身 法人 在这个之前的菩萨 确实它可以正无身 一旦正无身 它个人可以了脱 都不是问题 但是确实为什么 众生而法人下来 所以最后只剩下大圣不共法 只有大菩萨道而已 只有大菩萨道 所以我们说 菩萨它本身是用什么 用忍畏 而不是用正果 那么前面呢 我们就说要透过什么 音响忍 跟什么 柔顺忍 柔顺忍 所以家庭位上 其实都是帮助我们做什么 柔顺忍的一个工作 菩萨的心是非常的柔软的 才可能融合在众生当中 所以 这里当然会出现很多很多次 因为我们得要把第一大阿生期间 能够走得比较稳健之后 才可能怎样进入第二大阿生期间 第一大阿生期间是最困难的 但是是与我们最怎样 最切身的 最为切身 那之后呢 其实 我以前曾经画过一个这样的图 那两位 他的坡度 比较缓一点 之后呢 为什么要加息 因为他坡度很陡 他的那个斜率不同 坡度很陡 那坡度陡呢 家庭呢 都家庭在什么 智慧上 也就是在观念上面的一个 一个启发 一个革新 之后 其实到了圣者的位 以后呢 他就缓和很多 他这个就很好走了 说实在从初地到七地 不是太困难 那么到七地圆满之后呢 那更简单了 因为他变成什么 下坡 那么这个就像爬山一样 我们从这个地方 一直到这里来讲的话 假设我们说 我们有一天爬山 从这个地方出发 爬到这里 下大雨 我们会往前跑 还往后跑 往后跑 是不是 所以我们退道的机会很大 在这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退道的机会非常大 要这里风吹雨打日晒 我们就没有勇气再往前了 是不是 到这边来讲的话呢 风吹雨打日晒 往前的机会很大 是不是 因为这里已经要下坡了 这里的那个坡度又很缓 走起来很舒服 并不费力 到达这里呢 之后 哇 这个 是不费摧灰之力啊 他就一直往下跑就够了 假设我们人已经到这里 说下雨 会不会往后面跑啊 会不会往前跑 当然往后跑啊 好 所以呢 其实是第一大阿森奇节 最困难 第二呢 比较容易一点 第三呢 实在太容易了 因为不费摧灰之力啊 所以我们说蒙佛受祭是在这个地方 就蒙佛受祭了 燃灯佛 那个释迦牟尼佛蒙燃灯佛的受祭 在第二大阿森奇节 就可以蒙佛受祭 就可以蒙佛受祭 那么这个也等于说 把它竖起来看的话 也就是意境的什么 其身 好 但我们用横的比较好画 啊 其实把它竖起来的意思就是 我们凡夫众生是不是都在最下面的阶层啊 这里在最下 其实也不见得在最下了 其实这边还有更下的 这个都属于什么 六道轮回 六道的众生 畜生啊 恶鬼啊 地狱都是还在这外面啊 还没上道啊 还没踏上成佛之道 都还在这里 那我们能够当为一个人 而且是一个发菩提心的人 那么呢 都有相当的一个程度 我们说把它竖起来看的话 那么在这里 那么等于说我们如果能够一直不断的往上爬 它的剖面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我之所以要加行就是因为它坡度抖 一定要加油踩刹车 加油踩刹车之类的才能够怎样上得了 好所以越是前面其实越辛苦 但是只要过了这段后面其实都不成问题 所以以保基金来讲的话 一直不断的都是在强调前面的这个部分 希望让所有的众生怎样 要吸令必敬是不是 吸令所有的众生能够起码到达什么必敬的国位啊 必敬的国位就是超凡入圣的这个点上面的国位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要有三个根本 要有六个要行 要有五个什么追求真实 追求真实就是在加行上面 其实在这个六要行里面 是不是也跟真实一直结合在一起啊 在三个根本上面是不是也都是如此的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懂得跟真实法结合的话 其实我们是难以前进的 一直在原地踏步 而且呢不进则退 所以我们说信仰的成分啊 说实在比较浅 那种浅的成分呢 在顺境当中比较好还可以用得了 但是在内境当中就非常难用 那么曾经有一个比喻了 假设我们现在在课堂上面 听说有一条青猪狮 雨伞节突然间关进来了 大家是不是就害怕起来啊 然后大家就惶惶不安 那么该如何处理啊 有两个方式 一个呢赶紧找人设法把这条蛇捕了 抓出去 是不是大家就安定下来了 当我们有痛苦烦恼 针对我们的痛苦烦恼 把它怎样复理掉 是一个方法 但是如果说我们实在一下子找不到这条蛇 不知道怎么去找的时候 我们只好用安慰的方式 大家安定安定 不要紧张 不要害怕是不是 啊 想赶快说起来还是怎么样 反正 用尽很多的方式来稳定 但是这种稳定说实在是不是有限的稳定啊 其实是有限的稳定 因为他根本的那个 我们根本害怕的东西还没出去 但是这种根本的稳定 就是说基本的 就是说比较 当然你说还没抓出去之前 你也不能不稍微安慰众生啊 对不对 所以会比较透过信仰的方式 当然不是说信仰方式只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但是呢 如果当然在过程当中 信仰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资粮 因为我们是不是能够生生世世 从繁复一直到成佛的过程 没有信仰的基础是不可能 所以要如何朋友我们信仰的这种善根呢 那么念佛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念佛 念法 念生 念师 念戒 念定 念天啊 六念门是不是 其实这一些呢 在一在都是在培养我们的善根因缘 让我们生生世世当中 都有佛法的种子可以变现 但是他这种的 就是说这样的持续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碰到困境的时候 他可以是我们的安慰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太严重的 蛇已经要咬到我们身上来说 你一定要在那边观想说 他不会咬 我不会咬 我们大概观想不来 最好的方法就直接抓了就让他跑出去嘛 你根本也不用太大的安慰 是不是你就 就定下来了 好 所以我们就说 其实念佛 念法 念生 念师 念戒 念天 其实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我绝对不否认 而且他是陪伴着我们 透过生生世世三大欧欧生集结的这个过程 非常重要的资粮 那么所以我们说宗教勤操的培养 其实他是一股非常大的力量 这个并不是只有听经文法能够感受到的 在一个非常庄严的法会当中 启发我们的那种善根福德因缘 很多人在那种庄严的法会当中痛哭流涕 是不是 那个都是启发出我们什么 素式的善根因缘 这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但是我们说光是这个基础是不足的 就是我们要有对质的能力 不仅蛇进来我们要能抓得出去 就算是有毒蛇猛兽 种种我们都要有对质的什么 能够驱逐他的一个能力 那么就要靠什么 靠智慧 对不对 让我们的无名能够消失 所以我们的无名也如同毒蛇猛兽一般 是不是会侵蚀着我们的功德 所以这种尤其对众生的那个悲心 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的慈悲心会是我们修福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所以呢 智慧 慈悲 慈悲 信愿 是学佛三要 伴着我们从凡夫到成佛的过程 非常重要的资量 所以在这里再做一个最总的复习 那么这个过程的智慧 它绝对不是凭空想象的 所谓的智慧呢 它必须与真实法是相应相弃的智慧才是最最珍贵的这个部分 好 所以呢我们最后讲到这个实众奉行啊 实众奉行 那么 所有的经典 大概说到最后的时候呢 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尾啊 说说是今时啊 普明菩萨 大家设等 诸天欧修罗 及世间人 皆大欢喜 定在奉行 佛陀说完这部宝基经 所说的这些普明菩萨会的内容 都是以中观为主軸 是不是 正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都充满了什么中观的 的一个 一个主軸啊 乃至于到做教化事业 他还是透过中观 好 所以这个透过中观是不容易 是深切的 那么这个部分呢 是需要有相当的善根因缘者啊 所以呢 说完这部经的时候呢 那么当机者普明菩萨 虽然他出现的很晚 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是大家设 刚刚这个师菩提长者也出现过 因为在问答的当中 他来做这样的一个问答 所以呢 还有呢 诸天 欧修罗 还有世间人 那么也等于说 在这个近虚空骗法界 其实我们所有的奖金 说法的法会都不只有 现前的众啊 现前的人众 包括有形无形 过往的神灵 都有可能 同样的在听经文法 那么如果能够深入法性 能够理解佛法的话 好的 这份法喜 那么会感受到什么 皆大欢喜 顶待奉行啊 所以如何的奉行呢 那么前面就是由 普明菩萨提出嘛 如何的来学习宝基金 有没有 当云合注 当云合学 是不是 那么合注啊 不注向学 反而是不注向学哦 所以希望 听了这部经之后 我们不是在那么样子的着相了 是不是 原来在相的当下 其实 它是有很大的一个 什么转化的空间 甚至我们去看透这个相 去深入法性的话 那本身 其实是可以让这个相千变万化 顺习万变 所以我们不能去拒绝这个相 而是去接受 对 有一句话就叫 接受不圆满 乃是什么 智慧 我们都在追求圆满 其实接受不圆满 更是需要智慧 所以呢 这个五天以来 将近三十堂课 那么在这里都还能够 大家这么样子的用功 有几十的人都还能够 五天这样子 整个听下来 实在非常的难得可贵 那么希望大家 大家都能够发喜充满 能够这个 皆大欢喜 能够顶带奉行 不止不住向学 还要怎样学 大精进学 还要能够怎么学 为众生学 并且呢 宿集道学 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把握住 这样子的大原则的时候 我们说菩萨 他所修的功德是无限无量的 因为他的心的无限无量 所以他所累积的功德也会比较快速的 好 那么我想我们这部经就讲到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